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六十岁就好像是人生的分水岭 你五十岁的时候 绝对没人说你是个老人 但当你六十岁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你是个老人了 这是你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因为如果你真的六十岁了 那就证明你是老人了 人老了 想要安度晚年其实很简单 但是有的老人不是放不下孩子 就是觉得自己还能折腾几年 有的老人是干预子女太多 总觉得子女们太小 都是小孩子 其实子女早已都是成年人 有了自己的家庭 他们有责任也应该要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你作为父母 适当地提醒就行 没有必要什么事都去干涉 还有的老人就是啥事都喜欢去操心 总觉得这事儿没他不行 自己说的全都对 别人说的全部靠谱 哪怕是自己说错的 也要别人觉得他就是对的 这里不乏有一些老年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这种人 在单位上管理别人习惯了 养成了坏脾气 谁他都要去管 什么事都看不顺眼都要说出来 这些习惯其实都不好 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事情 你老了应该由你自己的事去做 不应该干预过多的事情操太多的心 你要过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别老把别人放在心上 你应该多关注关注自己 那么对于六十岁的老人来说 想要安度晚年就要守住几个秘密 不要招惹是非 这样的你的生活才能安逸 第一个秘密 你的养老前别对子女说 我有一个邻居阿姨 六十五岁了 这阿姨其实人挺好的 但是她总是爱抱怨 我听她抱怨的最多的就是子女不争气 没事就要找她要钱花 后来我慢慢知道了她的事 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是老大 儿子是小的 女儿有个儿子 要结婚了 家里没钱 就找她要钱给孩子结婚 买房首付付 她觉得那是自己外孙 而且孩子结婚是大事 就直接给了 其实后来她才知道 大女儿是见她弟弟动不动就找自己妈妈要钱 心里不舒服 才让自己孩子找外婆要钱 阿姨的儿子不争气 一直没结婚 因为没正经工作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没人愿意跟她 她就是三天两头打主意 找阿姨要钱花 今儿说自己没钱了 明儿说自己钱被别人借走了 总之她就是要钱花 有时候阿姨不给也没办法 她就一直软磨硬泡 弄得她最后不得不给 阿姨常常抱怨说 自己的子女们不孝顺 都给她添麻烦 不养活她也就算了 还要啃老 其实有时候遇到这样的子女 真的是悲哀 可是你养老的钱一定要坚守住 不要给了他们 至少你以后还有个指望 你把自己养老的钱全给了他们 以后晚年生活发生点什么 你怎么办呢 第二个秘密 过去的爱情 不要对任何人说 和老伴一起白头偕老 谁都有过去 但是人得向前看 要看看眼前的人和事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不要再怀念了 你可以放在心里 但是你要明白 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 我听我妈讲过 他们跳广场舞 那个班子发生了一件狗血的事情 说是一个伯伯 在广场舞班子里 看到了自己以前的恋人 打听之下才得知 那位阿姨的老伴去世了 那个伯伯就总是想办法接近那个阿姨 每天吃完饭 雷打不动去跳舞 有时候不去 他心里特别不舒服 后来他子女们感觉到自己父亲不对劲 就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自己的父亲 老喜欢跳广场舞 是因为那个场子里有以前的旧情人 子女们知道后当然很生气 因为不管如何 自己妈妈还在呢 这样搞 大家会怎么议论呢 于是 子女们就开始轮番轰炸自己的爸爸 搞得那个伯伯都不好意思去了 怕别人说闲话 其实 过去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很正常 谁都有过去 但是都过了六十了 应该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了 就不要去提以前的爱情了 也不要去付出实际行动 这样只会破坏自己的家庭 所以 人到六十 我们一定要懂得 只有老伴才是陪伴我们到最后的人 关于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心知肚明 不然的话 当我们老了 却没有爱人的陪伴 那我们必然会陷入 晚景凄凉的凄苦境地 第三个秘密 别人的事 别转身就倒了出来 谁的秘密告诉了你 你都不要随随便便倒出来 别人既然相信你 告诉了你 那就证明别人没把你当外人 如果你转身就把别人的秘密 告诉了别人 不是破坏了你跟别人的关系 还暴露了别人的秘密吗 到老也应该如此 老年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 别招惹是非 别传别人的谣言 也别随便相信一件谣言 第四个秘密 别人家的事 别去议论 前面说了 不要去搬弄是非 别人家的事更是如此 张三家孩子离婚了 李四家有婚外情了 这都是人家家里的事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别人家的事 说到底跟你没有一分钱关系 所以管好自己的嘴非常重要 别人家的事 说到底都得人家自己解决 你自己家里 就没有什么不好解决的事吗 干嘛去管别人呢 人老了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 别让自己 做让别人嫌弃的老人 谁都不喜欢跟那种 喜欢说三道四的人在一起 谁也不喜欢 跟嘴巴藏不住事的在一起 就算你是长辈 说一千到一万 人到了六十岁 就该安享晚年了 六十岁的你 应该要好好过属于 自己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程了 这段路程 是过得安稳还是颠沛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也就是 不该说的话别说 不该做的事别做 不该管的事也别管 过好自己的生活 守好自己的秘密 坚守自己的底线 该糊涂糊涂 该精明精明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 点击订阅 和之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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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